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卫视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大家平安 以及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大家好 今天本土案例新增185例 而死亡的个案是15例 那我们今天还是要公布 接受有本土的案例是185名 死亡的个案是15例 在双北 新北 98例 台北是42例 整体的病例确实这几天看起来是 整个确诊的病例看起来这几天是比较平稳 是有往下的一个趋势 但是仍然不可以 也不要松懈了 今天总共新增了185例 那么有15例死亡 那么降到了这个一字头 那么有双北活动使得有140例 而波民感染源的剩下大约是有5例左右 那么以地区来看的话 今天最多的新北市也降到百例以下了 是98例 而台北市呢是42例 桃园有10例 基隆有14例 其他的都是个位数字 看起来呢 这个如同这个指挥官陈时中说的 是不是这个稍微有一些些下降了呢 不过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呢 因为很多人还是很担心 尤其是没有打疫苗之前 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让计程车司机今天也站出来 说他们要逃疫苗 我很担心啊 因为没有疫苗可以打 我们在第一线的计程车司机 现在这样子很危险了 死亡率那么高 对啊 所以非常担心 加了单 没钱啊 没疫苗 疫苗足处的 足处的 对啊 大家可以安心啊 散心 不然这样 真的差很多 看着邻国 越南 新加坡 菲律宾 都允许企业可以向国外注购疫苗 授权企业到国外帮忙买疫苗 请问其他国家呢 为什么台湾不能 我们这个有的上有父母 下有子女 一家这么多口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 赶快把疫苗弄进来 每位问奖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 只要没有疫苗 没有办法回到正常的生活 他们的生计都大受影响 因此今天也赞助来呼吁他们要疫苗 明日两天确诊人数少于200人 而日本捐的这个124万剂疫苗 如果全部打完的话 覆盖率大约是9.2%左右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署长了 所以如果说打完了 变成了9.2%的覆盖率之后 有望松绑三级警戒吗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解封呢 而且署长你说你要邀请律师团 来协助这些确诊罹难者的家属申请国陪 第一个 没有到30%是最起码的 我们通常像这个感染可以再感染 而且传染力这么强 因为跟去年的原来的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没有670%是稳定不下来的 那第一步最起码有30% 30%可以稍微这个一下 然后呢 这个今天是185% 要慢慢降降到10%以下 然后死亡呢 要在12%或更低以下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才有希望稍微从三级到二级 因为这样子下去 再拖几个月 台湾全部完蛋 因为大家都活不下去了 因为这个欧洲的例子太多了 这个民众会受不了 因为现在已经太多人没有饭吃了 所有的餐厅 一个餐厅 再小的餐厅又三五个人 现在通通没有工作做 那更不要讲路边谈啊 各种谈犯啊 游民啊这样子 是没完没了 那我们这一次为什么要说 这个要国赔呢 非常清楚 像政府这个该作为不作为 那么责任在哪里 在政府的时候 政府叫国赔 像那个原来的普悠玛 后来的这个太鲁阁 完完全全就是政府错误 政府错误要怎么办 最起码这个今天公祭 明天旺季也没关系啊 你总是要赔要道歉 对不对 现在最可怜的是什么呢 这些人的往生 都是因为政府政策的错误 现在连最可怜的是什么 连半个家计都不行 对不对 上次这个南投就11个人 就被抓到了 说群聚超过五个人 一个人罚六万 还好这个南投县政府啊 就网开一面 出来凹一下 所以他们都是这个社交距离啊 都有遵照这个什么 你想看 我自己家人 我所爱的人 我不过家里就几个人聚一聚 这样都不行 那这里面从 我就不要讲太多了 从不能普筛 不能筛 这个没有病房 除了重症可以去住医院 其他的人都在家里 一不小心就死在家里了 对不对 然后没有疫苗 没有药品 这全都是政府的施政的政策的错误 这些错误导致这些死亡 该不该国赔 但要国赔啊 可是我听到也有人不是很赞成的 他说应该是谁要负责谁赔钱 为什么又是全民买单 所以我加了一句 这些人的所有的财产冻结 就跟那个太鲁格一样 不是财产冻结吗 所以从蔡英文 苏贞昌 陈时中 冻结 不能说通通我们赔 赔的就是大家的钱 对不对 我们还是愿意赔 就是我们偷腰包 我们给这些人一些起码的一种慰藉 对不对 因为家破人亡嘛 那个人可能就是家里最重要的这个经济的资助 或者是一个妈妈家里的所有的这个家事 小孩子照顾 家里的这个洗衣服 这个做饭 这个怎么赔 当然是我们当然愿意出点钱帮忙他 但是这几个 是不是应该要跟那个太鲁格一样 冻结财产吗 对不对拿出来赔啊 所以第一个蔡英文就应该赔 他这个 这个作为一个总统 搞了乱七八糟 然后呢 再来就是苏贞昌跟陈时中 冻结财产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些有良心的 很多良心 不这样讲就有余病了 很多好的 愿意做公益的这个律师 我们一起站起来 如果我觉得今天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错误 我们过去有这么多错误 疫苗就是怎么样就不愿意进来 对不对太多机会了 从林全开始 什么要以这个晶片换这个疫苗 对不对 还有AZ愿意代工 对不对 好多次 还有这个郭台铭的 还有这个张亚中的 还有这个佛刚山 你就是故意不让他进来吗 非常清楚 这个法令 只要政府说一句话 明天就可以进来 第一个它是不是 这个疫苗是不是好的 完整的就好了 是不是合格的 就一句话 它就是曲解法令 玩法弄法 就这样 它很简单 就是我不爽 我就是你们台湾人去死 就是不要有疫苗进来 就要等到我们的高端 只有我高端才可以用 就是这样嘛 他心态 你看所有的 我相信我们来网民来投票 他所有的就是要高端进来 就是这样子 他就把他心中根本没有人民 也没有这个 这些老百姓的痛苦跟希望 对不对 你现在不是只有那个计程车而已 你去看看总统府前面 你去看看卫福部的前面 你去看机管局的前面 绿媒绝对不会登的 多少人在那边敲锣打鼓 在那边高举牌子 我要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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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听到没有 蔡英文是个龙子 他听不见的 那个苏贞昌也是龙子 赤字中也是龙子 为什么 因为绿媒不会播 现在只有两家会播 你们是其中一家 就这样 不过今天永林基金会的 这个五百万件BNT 好像又有曙光的样子 据说现在在走法律文件 还说如果说进来的话 是不是要留给他们的员工一些 但是是不是真的如此呢 我们拭目以待继续看下去 要进来早就进来 已经拖拖几天 又多死了多少人 不过今天是端午级 但是疫情还是三级警戒 有许多人无法返乡和亲人团聚 而各县市七八十岁高龄的长辈呢 现在则是很努力的要来申请 赶快报名抢疫苗 因为快要可以开打了 中央分配的AZ疫苗 原本说好是明天开打 但有些县市已经开打了 但为什么双北现在跳出来炮轰 说中央是独厚高雄呢 李文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心做的 才有办法这样子昧着良心分配疫苗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次 在分配疫苗上面非常偏袒高雄市 在一个疫情没有这么严重的地方 却拿到全国最多的疫苗 我们来看一下地方的里长都气炸了 瞧不起天龙国的人 而往往都是给南部那些 绿色执政的县市长的 五千五跟六十快要一百倍了 陈时中本身他没有这方面的专业 他不懂这个指挥官早就说话不算数 一听到说谎话 而且一听到人政治操作 请问一下这样的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只是为了杜众人悠悠之口吗 所以你们到底的目的是为了防疫 还是只是做政治宣传呢 到了这种人命关天的时候 每天的考量不是从防疫去考量 而是从政治意识形态去考量 为什么说这样加的意义呢 就是因为实在是太明显的不公平了 所以后来又临时帮台北市加了一些疫苗 但问题是说全国最受指挥官照顾的 就是高雄市陈其迈市长 他们拿到非常多的疫苗 任何有常识的人不需要专业 都知道说现在台湾如此稀少的疫苗 当然要给重灾区 易感染的热区优先施打 那不用想就是双北 可是抱歉拿到最多疫苗的第二次再度又是高雄 所以你怎么跟他讲都没有用 他就是要给高雄 他就是要告诉你们 只有绿色执政的才会得到小英关爱的脸神 所以在双北市曾经投给民进党的人 算你们活该 六都疫苗分配的状况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台北市才拿到了七万剂 后来又增加变成7.7万剂 增加7000剂 台北市是首善之都 所以中间还会拿掉了一点多万剂 是给中央给特定的人士 所以中央是谁呢 比如说像丁怡明这类的人士 就算在这1.2万剂里头 所以扣掉以后也不过才5万多剂 实在是很可怜 新北市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新北市的人口有400万 结果才拿到了8.3万剂 好了高雄你看看台北确诊的人是3861人 新北市确诊的人是5538人 而高雄市只有62名确诊 比桃园比台中都还要好 结果他拿到了最多的 有9.01万剂的疫苗 这不是政治偏心不然是什么 这不是大小眼不然是什么 好那高雄市就说 没有啊我们这中间有一万剂 是要给国军的 就是驻扎在高雄的国军 但是很抱歉 其实大家都一样 都有国军专案 只是看他的数字的比例多寡而已 所以不管怎么算 高雄都不应该拿到这么多的 施打疫苗的剂量 那这中间是告诉老百姓什么样的讯息呢 陈时中就说啦 他说呢 哦好啦你们既然这样炒 对不对 那高风险的双倍 我就加发10%给你们啦 其他的我加发5% 他把疫苗当作他口袋里的糖果 来施舍给你们这些要炒的小孩吗 但是不管他怎么加发 还是比高雄市少啊 好然后呢这个 所以台大工卫的教授 金教授就跳出来讲 你这样的分贝也未免太不人道了吧 就以过去百日核疫苗为例 高发区当然应该优先施打 全国才会控制的好 很明显的双倍已经出现太多死亡病例了 三级警戒也超过了三周 死亡数都没有下降 情况非常的危急 你居然见死不救 不让双倍的人打疫苗 好 柯文哲当然炮轰咯 说中央对地方的资讯是不对称的 这就好像是有内线交易一样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陈其迈跟这个中央是有互通的 他们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陈其迈就说没有内线啊 只有基层同仁的奉献跟同心努力 那所以双倍的基层同仁 没有同心奉献 没有努力吗 你在讲什么 好 新北市的民进党立委林淑芬 看不下去了 他出来讲 中央看到新北确诊的人数 死亡的人数一直居高不下 就恳请指挥中心疫苗都分配 应该要把减少重症跟减少死亡率 纳入考量 好 所以叶元芝就跳出来讲了 只有一个敢反抗莱猪被停权的林淑芬 帮新北市民发声 最会帮市民争取福利的苏巧慧在哪里啊 赶快跟你爸爸争取一下吧 现在新北市人心惶惶 生死纠冠 你怎么躲起来不见了呢 不止苏巧慧 苏系的嫡系立委 还有张鸿路 还有吴秉睿你们在哪里 英系的立委 罗志正你们在哪里 难道你们的选票不是选票吗 怎么可以在疫苗的分配上面 如此明显的大小眼 陈时中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他根本一批天下无然事 说谎说谎再说谎 跳票跳票再跳票 我就是要独厚陈其迈 怎么样呢 不过专门监督蔡总统的彭文正 他又爆料了 他这次的爆料是说 总统已经打了BNT辉瑞疫苗 今天我们的四军统帅 自己偷偷打了Pfizer疫苗 我这样讲我有我的把握 我有我的消息来源 自己偷偷打了疫苗 然后出来演一出戏 叫大家来打高端疫苗 然后还说什么 我把我的手背留给国产疫苗 辉瑞啊 辉瑞一定不会有啦 我几乎敢这样子讲 偷偷打一个辉瑞 我想讲这个话就 我想是上代证实啦 不过我觉得是过分的啦 总统府发言人张登涵说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 而指挥中心昨天晚上演书 已经调阅了全国性预防接种 资讯管理系统来查证 发现了蔡总统 还有赖清德副总统 都还没有接种任何疫苗 这也蛮奇怪 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因为呢 总统不是经常和苏院长 和陈时中部长开会吗 那连行政院的顾问 丁一鸣都因为跟他们开会 所以必须要先打疫苗了 我们的正副元首 难道不是防疫的官员吗 为什么不用先打疫苗呢 这不会有国安危机吗 难道国安会特勤中心 总统医疗小组都没有意见吗 你讲这个讲得真好 第一名他凭什么被列为防疫人员 他说跟葛奎常常在一起开会 葛奎也常常跟总统 副总统在一起开会 我们再看国安会议的秘书长 顾立雄他也打了 从国安的危机上 他们打绝对 大家没有话讲 对不对 只要总统一保护总统的 卫队有多少人 有上万人 因为为什么 国家的安定 平常讲 这个彭文正讲的话 我当时高低了 我吓一跳 因为他指责的是总统的诚信 这个诚信也是国安危机 彭文正我相信 他讲话是有所缘 因为这会日后会牵涉到司法问题 可是第一时间 总统府平常讲 大家只认为这是你的诚信问题 你应该立刻去告 这个本来讲说 不折不扣的谣言 这不只是谣言 因为现在总统的诚信 陈时中的诚信 在人民的心中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我们再看 有没有可能 前一阵子我记得 这个媒体人赵大哥讲说 他的朋友 在美国AIT的工作 是我们台湾人 但是美国的AIT的人 通通都打了BNT 就是辉瑞 美国的AIT 在法律上是属于美国的领土 可是他要怎么进来 有方法嘛 对不对 所以说陈时中讲说 不可能 那是商品化的东西 不可能进到台湾了 但是AIT仍然就已进来了 不是吗 所以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要只说 这是不折不扣的谣言 总统 为了你的诚信 也是国家的诚信 你应该要提告 你不提告 大家会觉得 我们会画了很多的问号 就好像前阵的蔡丁贵 蔡丁贵 鼓励大家去打国产疫苗 大家去勇于爱国 结果他说他不能打 因为他在美国已经打了 好像也是打了BNT 也是打了辉瑞 把这些事情加起来 还有一位新加坡的外国人 叫曹新成 他想我们 我们这个指挥中心 多么多么辛苦 希望大家 也是共体时间 你们这些人都打了人 然后到台湾来 大放厥词 麻烦总统 针对这个事情 不能 你是国家的领袖 我们喜不喜欢你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我们必须得 捍卫领袖 你的诚信就是中华民国的诚信 如果没有 你必须得到法院去告 否则大家就会认为你有 好 不过现在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要守住这个防线 为了避免病毒跟着民众返乡 端午廉价 交通部就寄出了一个 杂道移控管制 而且是史上最严的杂道移控管制 红灯延长到35秒 但绿灯只有10秒钟 导致整个高速公路 使塞车塞道报 也让民众抱怨连连 端午廉价首日 一早的高雄中正交流道 杂道口 饭香车潮 塞道报 太誇張了吧 这要等了 我也不敢在这里 不敢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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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在里面路上 排队车流看不见镜头 一路上走走停停 上个杂道 要等半个小时以上 简直让人抓狂 大家不坐火车 大家来开车 你这个礼拜一 大家共济时间 廉价这一天就不要 稍微取消一下 因为交通部寄出管制 不止凌晨收费 没有优惠 杂道口一控 红灯延长到35秒 绿灯只有10秒 希望民众在廉价减少跨县式移动 避免病毒流窜 好 看到这个场景 就可以知道 想要返乡的车辆 也会塞在车阵当中 不可能回头 所以最后 还是上了高速公路 不是就往南部走了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 志强议员 所以怎么会 因为他是完全没有想到 说是有物流的车辆 或是有人要上班吗 怎么好像没有什么 配套措施呢 我们这个政府 真的是整周海绕绕了 良心不好 头脑也不好 他都没有搞清楚 每个人都跟你蔡英文一样 坐在总统府里面 有打疫苗没打疫苗 反正没人知道 你怎么说都说了算 你日子过得很舒服啊 问题那些物流公司 他送货不用送吗 很多还是要工作的 拜托 而且他到底有没有点概念 他可能是自己没开车 他不知道 你知道就以台北市 或是很多县市周边的 高速公路来讲 高速公路本身 其实有时候也是 市区道路的一部分 你知道 因为你要走哪里 像我如果说 今天从我家 要到议会的话 我也要走快速公路 也要经过高速公路 砸口的啊 所以你把高速公路 整个风死掉 搞得像风死一样的 你让车子 烧不了高速公路 对啦 你很成功啦 高速公路一照下去 一看 我们大有为的政府 空拍图出来 高速公路空空的 没有车 全部塞在市区道路啊 所以我觉得 良心不好 脑袋也不好 那我要跟大家讲 真的 我觉得选民 真的要看清楚 一件事情 这政府已经是 完全没有把人民的 辛苦跟人民的生命 放成一回事 我就讲前面 刚刚讲 每个题目 你不觉得离谱到 什么程度吗 我就讲新北市就好 我还不先不讲台北市 双北的疫苗不如高雄 我想请问苏巧慧 苏巧慧 你爸爸当过新北市长 你要不要去 为新北市民 去跪求你爸爸 到底新北市民 是哪一点 对不起你爸爸 你今天这种疫苗分配法 新北市拿8万 高雄市拿9万 我想请问大家 你不管从确诊数 死亡数 人口数 你没有一个逻辑 是高雄会拿得比新北多啊 可是为什么新北 今天要变成是次等公民 明明确诊最多 死亡最多 然后疫情最严重 人口数也最多 你要分给高雄 我真的跟电视机前面 所有新北的朋友 直接打电话 灌报苏巧慧 现在就打了 到他脸书灌报他了 请他为新北市民 去跪他爸爸了 他爸爸不是他 讲每句话都听 搞了半天 只有林淑芬出来讲话 你民进党立委 全部都死光了吗 新北民进党立委 只有林淑芬吗 彭文正质疑 蔡英文 有没有打BNT疫苗 我告诉大家 我不是神 我不知道 可是我也要告诉他 正因为我们不知道 蔡英文有没有打 他说没打 就真的没打 你相信吗 这个政府从疫情开始 他说了多少谎 他说的谎 已经多到说真的 我的脑袋不是电脑 我还没有办法 一一复送 每个官员不说谎 还会死一样 你从BNT疫苗 进来的这件事情 说了无数的谎言 去黑人家 BNT是中国疫苗 中国代工 无所不用其极的黑 然后到最后 一一被打脸之后 装都没事一样 如果这个政府 会能够去说谎 说到BNT疫苗 是所谓的中国代工 会有认知部队 林伟峰 去帮他们去做 所谓的反串 蔡英文今天说 他没打过BNT疫苗 你说给鬼听 谁信 我不是说你有打 但你讲话没有公信 你的政府 已经整个诚信崩盘了 我就讲一件事情 我在脸书也贴过 我当总统府发言的时候 郑立文当行政院发言的时候 请问你们 我们会拿去说谎吗 我们把诚信 当做什么一回事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说的话 明天有据到真正的事情 人家不会再相信我们 民进党就放羊的孩子 你朗来已经说了一百万遍 现在彭文正质疑 你打BNT疫苗 我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打 但是我不相信你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说谎一百万次 我凭什么相信你 这就是今天政府的现状 大家要认清楚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